10日下午在官方脸书宣布奥网退赛的卢彦勋晚间改口 表示目前人不放弃拼战奥网机会 与团队会在等一两天进行最后测试 再做最后的决定 年度次大满贯赛首战奥网下周登场 台湾网球一哥稍早在脸书宣布 由于去年12月东逊时 右侧肩膀出现疼痛和不适 反台经过长庚运动医疗社群及林颖州医师的检查和诊断后 确定右肩有撕裂伤右侧肩膀有撕裂伤现象 至少需要休息8周 不过由于卢彦勋已经抵达墨尔本备战 目前卢彦勋世界排名74名 也是奥网男单会内赛选手 在经过和奥网ATP防护员及医师的检查及治疗后 目前坚实以PRP的治疗 卢彦勋感觉还不错 卢彦勋2016年奥网周曾因手肘伤势退赛 连续30次四大满贯参赛记录遭中断 相隔一年 卢彦勋奥网又逢伤势 生涯最佳 他曾在2009年2012年闯进南单32强 去年无缘次轮 稍早卢彦勋在官方脸书写道 觉得非常遗憾 今年第一个四大赛就缺席了 会用积极的态度面对 接受复健和治疗 希望用最快的时间 能再重新回到这夜巡回赛事 希望仅由这一个月的治疗和训练 能赶上三月份开始的印第安纳威尔斯大师赛 及迈阿密大师赛 不过卢彦勋晚间更正表示 与团队会再等一两天进行最后测试 再做最后的决定 且还是非常期盼能赶上奥网的赛事 忠实电子报